女孩扒开静姆眼睛 进行人脸识别后 打开了手机 急忙拨通了老爸的电话 让爸爸赶紧回家 不料把静姆吵醒了 静姆说谁让你进来的 赶紧滚出去 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两人刚要亲热 突然静姆说 你怎么还在这里 因为手机没有挂断 丈夫听到了全部对话 小伙刚要离开 女人却说不用 我老公今天出差 咱们有的是时间 丈夫听到这些非常生气 正当两人激情时 突然听到丈夫的声音 女人指着柜子说 快点藏到里面 刚关上门 丈夫就走了进来 说今天的航班取消了 两人拥抱了下后 打开柜子 把书包扔了进去 顺便锁上门 将钥匙放进了兜里 还说最近三天 我就想待在家里 哪儿也不去 女人一听 顿时慌了神 说去倒杯果汁 可倒完后 竟然拿起了毒药 这一幕恰好被妇女俩看到 没想到妻子竟然想毒死自己 男人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接过杯子 趁女人不注意 全部倒进花盆里 还说非常好喝 突然她打了个哈欠 捂着肚子躺到床上 随后就没了动静 女人急忙从口袋里掏出钥匙 打开柜子的门 将小伙放了出来 让她快点走 可回头一看 发现手机正在录音 妻子顿时慌了神 急忙拿起手机 看了眼角落里的女孩 说谁让你录音的 小伙刚要发飙 却被老爸控制住了 让女人赶紧带着情夫 离开自己的房子 而女人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想要分家产 男人说 这里的东西都是我买的 没有一件是你的 她这才不甘地离开了 随后对女儿说 你做得非常棒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女人背叛了家庭 却没付出任何代价呢 老太太看到一辆崭新的摩托车 用力推了起来 车主看到后 急忙扫了过来 可他却说 他挡我路了 我就推 怎么的 小伙上来就让他赔钱 我都七十了 要钱没有 救命有一条 随后抓着小伙胳膊 幸好被同伴劝住 只能自认倒霉 老太太走着走着 突然觉得胳膊非常冷 可他没当一回事 又来到包子铺 嫌一个不够吃 想多拿几个 却被制止了 他拿起包子 就扔到老板脸上 随后坐到地上 撒起了泼 这年多了 您天天来 一分钱都没有给过 怎么就成欺负人了 可他还不依不劳 我累着不早了 我看你怎么做生意 看到顾客指指点点 老板只好屈服 又给了几个包子 他非常得意 突然打了个机灵 脖子上一阵凉意袭来 他觉得非常奇怪 可没当一回事 回到家后 嫌志愿者只送东西 不给钱 直接给钱不就好了 正在这时 房东来敲门 不奔不奔 就是不奔 人家看他可怜 让他免费住了七年 现在房子要拆迁了 你一分钱不给我 你就想大划我走 不可能 随后重重地关上了门 你求你帮我 可下一秒 他的双手快速结冰 怎么了 怎么了 随后冰冻的速度越来越快 眨眼间 整个人就成了冰雕 那么现实生活中 真有这样的人吗 手上有一张小嘴 越来越大 男人邪魅一笑 对准旁边的女友 下一秒 他就变成一堆钱 就在刚刚 他偷了老人的救命钱 可打开钱包一看 里面只有两百块 突然红布 粘到了手上 他用力一拽 顿时疼得弯下了腰 并惊一看 手上多出一道伤口 可他没当一回事 又瞄准下一个目标 跟农民工大哥撞了下 就把手机偷走了 这时手上的伤口越来越大 晚上玩王者龙药时 手机突然不见了 窝了个乖乖 伤口慢慢变大 随后从里面吐出一堆钱 他非常兴奋 在腿上搓了搓 急忙拿起另一部手机 迫不及待地放到嘴里 紧接着就多了一叠钱 光这些还不够 又把钱包手机吞了进去 从此之后 他越来越有钱 还找了个女朋友 不过他的欲望越来越强 为了钱 甚至把手伸向女友 还没等女友反应过来 他就变成白花花的钞票 男人非常得意 可笑着笑着 突然手不受控制 对准了自己 他非常害怕 只见小嘴慢慢张开 越来越大 下一秒 男人就不见了 而老人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那么问题来了 你支持老人的做法吗 男人一张嘴 竟然吐出了塑料 窝了个乖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刚刚 有人要跳楼 他却说 快跳 但这个手不急了 人们对他指指点点 他看什么看 你们不都懂得看着呢 随后离开了人群 可下一秒 为了一阵翻江倒海 嘴一张 就吐出一个垃圾 可他没当一回事 刚走两步 又被足球砸中头 小朋友见状 急忙道歉 可以转身 就伸出右脚 把孩子绊倒在地 不过报应随之而来 又从嘴里吐出更大的塑料 他也非常纳闷 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走着走着 突然二哈叫了两声 把他吓了一跳 于是拿了个有毒的包子 扔了过去 他正得意时 突然觉得非常难受 这次竟然吐出个一拉罐 这也太邪门了 吓得他赶紧跑回家 当外卖小哥说 二十分钟才到 他顿时破口大骂 让小哥马上送来 要不就投诉人家 没过几秒 外卖还真送来了 可从猫眼里一看 小哥正站在身后 第二天抱家阿姨来收拾房间 可刚打开门 里面的垃圾就涌了出来 你说他到底做了多少缺德事 男人向前一趴 从三十楼跳了下去 呼呼的风钻入口中 肚子就鼓了起来 喷的一声落到地上 又弹到空中 透过窗户看了眼电视 随后又落到地上 再次下落时 手伸长四十九点九米 抓住路灯用力一拽 头上就起了个包 晕晕呼呼掉了下来 吓得他赶紧到医院做个检查 通过全面扫描得知 他的身体变成了橡胶 当洗澡时 一个美女护士走了进来 可浴巾里包着高压电线 他插上插座 戴上绝缘手套 夹子上顿时冒出无数火花 还诡异的笑了笑 大壮也是一脸坏笑 让他赶紧过来 只见护士一步步向前 把夹子放到浴缸里 而大壮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护士见状 急忙跑了出去 穿着高跟鞋跑得还挺快 大壮手一抬 身长55米 一把抓住护士脖子 将他拽了回来 经过言行拷问得知 事败把兄弟要杀自己 原来他在执行任务时 被人从后面偷袭 他躺在病床上 咬了一口绿皮甜瓜 可嚼了两下 怎么这么难吃 随后就变成了橡胶人 突然一个杀手走了进来 他小手一伸 抓住杀手脖子 随后拉到跟前 他竟然也是兄弟派来的 大壮这下不淡定了 来找兄弟讨个说法 手臂顿时伸长了50米 跟面条一样 可杀伤力却非常大 轻轻一甩 就干翻了所有人 他们爬起来后 举枪就射 全都打到大壮身上 背后冒出无数尖刺 随后吐出一口气 子弹就反弹回去 紧接着手臂轻轻一甩 再高高举起 变成巨大手掌 来了个泰山压顶 他想干掉兄弟 可下不去手 正在这时 他们的领导赶到 手里还拿着炸弹 原来是他偷袭的大壮 随后点来了引线 想炸死两人 突然陆飞赶到 拳头快速膨胀 紧接着就飞了出去 跟炸弹来了个硬碰硬 下一秒 老大就去了西天 那么问题来了 你说大壮和陆飞 谁更厉害呢 男人的手逐渐消失 越来越透明 小帅怀疑自己看错了 可搂了搂眼睛 再次望去时 发现手消失的更多了 他想弄明白怎么回事 于是悄悄跟在后面 发现男人的头 也在逐渐消失 手臂已经不见了 当经过路口时 男人被汽车撞到地上 他这才明白 自己能预判人的死亡 这天小帅去修手机 发现仙仪已久的 销瘦小姐姐 手竟然变得透明起来 他非常害怕 不知该如何面对 不过还是把手机递了过去 随后急忙跑到外面 大口大口喘息起来 想起男人的遭遇 他决定必须救回美女 于是走了回来 此时女孩的脖子也透明起来 他终于鼓足勇气 约女孩下班后一起吃饭 可等女孩赶到时 定睛一看 发现他已经恢复了正常 小帅急忙走过去 摸着人家的手 看了半天 他在回家时 走着走着 突然一阵心脚痛 疼得他蹲到了地上 你知道他这是怎么了吗 第二天女孩找到小帅 当面向他道谢 感谢他救了自己一命 随后拿出一张报纸 原来当天晚上 他下班的那段时间 路上的化工厂发生了爆炸 如果按时回家 肯定也在劫难逃 这天在医院里 女孩的手臂和胳膊消失了 他想上去帮忙 却被旁边的医生阻止了 原来他也能看到人的命运 如果强行干预 自己会受到强烈反噬 可这天坐地铁时 发现很多人都变得透明起来 地铁上发生了诡异的一幕 女人的腿变得透明起来 手臂也在逐渐消失 小伙的胳膊也不见了 大叔的手也是透明的 小帅非常害怕 急忙下了车 可男孩在要求时 手也是透明的 他站起身来 发现孩子们都发生了变化 身体都消失了一部分 原来小帅能看到人的命运 凡是身体变成透明的 最多活不过三天 怎么有这么多人会死呢 突然看到地上有一张海报 上面写着郊游的信息 看来问题出现在地铁上 他来到地铁站 发现人们刷卡时 手就变得透明 应该就是这趟列车 于是他走了进来 放眼望去 所有等车的人都变得透明起来 没一会儿 人们都上了地铁 现在想阻止 已经来不及了 又看了眼时刻表 这趟七点半的车 肯定会出意外 他急忙跑了出去 坐上出租车赶往下一站 此时孩子们都在地铁上 汽车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在路上行驶 到达终点后 他连票都不刷 直接跳了过去 突然胸口剧烈疼痛起来 可他顾不了那么多 继续向前跑去 眼看地铁就要进站了 而旁边有一只施工队伍 可工作人员都变成了透明人 他终于找到了事故原因 随后掏出信号棒 电缆后驱散附近的人 赶紧跳了下去 来到地铁中间 举起了信号棒 地铁晃晃悠悠进站了 司机这才发现他 赶紧踩刹车 乘客倒了一地 正在这时 地面塌陷 飙车失去平衡 发生了侧翻 起重壁重重地砸了下去 地铁在最后一秒停了下来 莱曼这才逃过一劫 而小帅却失去了生命 如果你有这样的超能力 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